居民低著頭實在好尷尬 非活動時間公測鐵門沒開 想方便一下卻是 那你們每次上這個廁所的時候 是怎樣的困擾 沒那麼矮 先進你 隔間又小 隔間又小 沒辦法活動 因為我不要上這個廁所 不要上這個廁所 為什麼 我一直打到頭 拿捲尺一量測量看看 公測大門高度只有150% 居民說部落年輕男女 平均身高都有160公分以上 一不小心常被撞的鼻青臉腫 實在很久 這時候打到這邊來 打到鼻樑喔 打到鼻樑喔 這裡是花蓮瑞穗鄉復興部落 五年前配合居民需求 利用瞭望台空間興建公測 外牆還鋪有原住民的圖騰木板 造型十分獨特 但如廁前得彎腰低頭 態度如此謙卑 居民笑稱這是一間謙卑廁所 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日前喊出 謙卑 謙卑 再謙卑這句口號 但對照部落這樣的謙卑態度上廁所 實在令居民有點胡鬧 部落只希望多爭取經費 將公測重新設計更親民 記者廖威玲 楊文欣 花蓮採訪報導 好 好 好